你教教我吧 教我怎么才能够 得到爱情 你跟方子一的爱情不顺啊 你慢慢反对啊 来吧 我叫你 这个手跟脚连在一起 这个手跟脚连在一起 非常的简单啊 这样子你都忘记了吧 那个江浩然也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了 肯定又是去跟李美芝 谈恋爱了 秀妍 你别走啊 我真的没让你讨厌吗 你找我做什么 这个玩具 你上次不是说过吗 可是我忘记了 如果你想得到爱情的话 他的手和脚 应该怎么放来着 问你可不可以教我 你不是那么无聊吧 大老远跑来医院 就说问我怎么把爱情拴住啊 你教教我吧 教我怎么才能够 得到爱情 你跟方子一的爱情不顺啊 你慢慢反对啊 来吧 回家里 这个手跟脚连在一起 这个手跟脚连在一起 非常的简单啊 这样子 你都忘记了吧 这些手跟脚连在一起 不守护 我 这种不愿意 你 帅 你 mitä 什么事e的 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则特曼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流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演员 你们转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除了你 我真的不认识谁 比你更文质彬彬的了 不是 重点你知不知道是谁 他又不是发烧 你摸什么 现在豆哥的抵抗力太差了 我怕他发烧 我就去里边 安然 你干嘛呢 妈 你们怎么才来啊 怎么了 多多刚才又流鼻血了 护士给他打了一针就睡着了 我想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的 这些天你也辛苦了 待会儿呢 让你妈带你出去吃点好吃 你知道吗 我们赚大钱了 我们有很多很多钱了 豆豆呢 有叔叔照看着 不用了 还是把钱存起来 给豆豆治病吧 你放心吧 手术费已经交完了 可是 幻肝不是还要很多钱吗 这些天你也辛苦了 你知道吗 哎呀 也是 找到合适的肝源 太难了 妈 我是豆豆的姐姐 我的肝脏能用吗 哎呀 你不是她亲姐姐 同夫一我而已 你 住手 在小孩子面前说这种话 那我能试试吗 安然啊 你太小了不行 那怎么办 哎 对了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 有个慈善机构 打电话来 说找你 合适豆豆的问题 说 他们能找到合适的肝脏 他们怎么知道 豆豆的事情呢 哦 我知道 一定是电视看的吧 哎 我们的节目还挺有 宣传力度的啊 哈哈哈哈 什么宣传力度啊 人家说是受人美脱的 难道是秦宋品 难道是哪支 一定是 肯定是 一定是他 肯定是他 我想做一个肝脏检查 你可以先挂号 然后检查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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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伯爷 肝脏的事情我妈妈说了 她说应该很快就会有好的消息 谢谢你 谢谢你 不客气 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你走了 你走了 走走 这 这边 没事 我刚来这就要走了 我不想走了 你不送人啊 不用送了吧 送送啊 不用送了不用了 送送啊 来 我来送你 衣服 你 你是在躲我 没有 我没有躲你的意思 我最近一直在鼓励自己 鼓励什么 在来医院的路上 我对自己说 李美芝 你已经做了决定 就不要放弃 不管会遇到什么挫折 谁说女人不能主动追求男人的 美芝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我 我不适合你 这话也得我说了算 说什么呀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句话 不能你一个人说了算 也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 是吧 其实你一点也不了解我 你知道我有多穷吗 我跟秀妍在一起 我天天把她气得上把我 我想 我不会的 所有女人都一样 我想 我也会的吧 我想 我也会的吧 美芝 你到底要我跟你说什么 你才能相信我跟你真的不适合 为 为什么 你说你条件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为什么非要找我这么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男人呢 昊然 你就 不能给自己一次机会 也给我一次机会吗 这根本不是什么机会不机会的问题 你根本不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我干过些什么吗 我当初为了得到方紫衣 我假扮成有钱人 我却骗她 并且想跟她结婚 我图什么 我图她有钱 这就是我 那是以前的你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 就不会距我于千里之外了 已经 我比方紫衣有钱 不是 那 那是因为你对我们有恩 我不能这样对你 你 这 但是 我